台北市发生了阴架倒塌的意外 非常恐怖 你来看这个画面 重庆北路的这处工地 四楼这么高的阴架 在晚间八点多突然整片垮了下来 占了三个车道 不但压到一辆轿车 还砸伤了一位刚好路过的机车骑士 四楼高的阴架整片倒塌 占了三个车道 连红绿灯都被扯坏了 还有一辆机车以及轿车被压在下面 那时候就整片的阴架 我就听到很吵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整片阴架往下掉 心里面还是会怕吧 怕会被压到还是怎么样的 对啊 因为我那个 现在那个刚哨的门也是被压到变形 大片阴架突然倒塌 连警卫室的门都被压到扭曲变形 差点来不及逃生 警卫回想当时情形仍然惊魂未定 风真的比较大啦 最近 然后加上可能是因为气候比较潮湿 所以它可能会脱落之类的 原来这起意外发生在晚间八点多 位于台北市重庆北路的这处工地 阴架突然倒塌 一名刚好经过的机车骑士 来不及闪避 连人带车被压伤 紧急送一治疗 警方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指挥交通 到底阴架怎么会突然倒塌 还压伤人 警方已经深入调查 厘清原因 中天新闻李国鼎王月芳 SNG小组台北报道